因为像这个张子怡想结婚生死的话 这个消息真的是真的 因为万达上市的消息而被受关注的张子怡 尽管即将继身16亿富豪的行列 原因工作却依然不敢有丝毫松懈 这也他现身上海为某童妆品牌代言 可爱的娃娃妆 发际边的小白花 满脸的胶原蛋白 让现场的粉丝都惊呼 子怡这是逆生长的节奏吗 除了一贯的清明微笑不停歇 张子怡跟现场展示自己的设计图稿 画得很不错 难道以后是要跨界当设计师了吗 如果我有个女儿的话 我一定会拉着她 跟我一模一样的站在这里 我觉得那个画面是 比一切都重要 比得什么角都重要 比什么成就都重要 我觉得那种幸福感和美好感 未来的日子里 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穿一样 以前都是妈妈穿什么 可能给孩子穿什么 现在也可以反过来 孩子有漂亮的裙子 妈妈可以 为了跟孩子同意 她可以跟孩子们穿一样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美好了 欢迎范 姨姨 这满满更加的心 汪峰你听见了吗 巴达